日子 Hi Guys It's Cynthia 先跟大家說一下今天這個開頭是我重新再錄一遍了 因為我發現 我當天不小心把檔案刪掉了呢 不知道大家的週五晚上都是怎麼過的呢 是不是跟朋友去看電影啦 逛街、吃飯 或是你知道 喝喝小酒啊 大部分的時候我都還是屬於蠻邊緣的 就是沒有人約的那種 所以呢今天的影片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一個沒有人約的星期五晚上 你知道自己沒有人約 還有逼迫也沒有人約的你 一起來度過一個沒有人約的禮拜五晚上 通常這一天同事都會特別早離開 不過呢總是會有幾個 你知道一起加班的好同事 那我今天下班比較晚 所以我就是很理所當然的 直接搭了Uber回家 回家之後發現 今天只有我一個 所以我就給自己煮了一碗泡菜泡麵 但是一個人吃怎麼可以馬虎呢 所以我又給自己加了一點水蓮 就是青菜還有一顆蛋 然後再配上我最愛的紅茶辣花生 100分 那填飽了肚子之後 我就會開始我的Friday night time routine 那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get started 那我通常回家之後 其實第一件事情就是會先把妝給卸掉 因為化妝品對於皮膚來說 還是有一定的下傷力 所以對 然後現在一天朋友送我這個洗臉精 我覺得很棒 那我們就來卸妝吧 我會拿一個化妝棉 然後把它雖然是有點濕敷在我的眼睛上面 因為這是我重點卸妝的部位 然後卸妝的時候要特別注意眼周的地方 不能就是 不可以太用力的去擦拭 不然很容易會有像細紋啊 或是什麼 你知道畢竟 年紀已經到25了 現在要特別注意我皮膚的管理 再來就是卸我的底妝 簡單卸一下就可以了 好 這樣我就卸完囉 那洗完臉之後我們就是要來洗澡 我想說我好像還沒有介紹過我們家的浴室給大家看 所以這是我們平常常使用的浴室 那這邊呢就是有牙刷啦 漱口水 然後乳液啊 卸妝 哎唷好亂 對 那這邊呢就是我們的沐浴間 我們用其實有四個洗髮精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混搭著用 潤髮乳是我最近隨便買的這一家 然後這是我的沐浴乳 然後最後就是有兩款的洗面乳 因為今天天氣開始變冷了 所以我準備就是要來洗個熱水澡 然後 熱水澡 那我們就洗完澡之後再見吧 Hi guys 我現在洗完澡了 然後我接下來做的這件事情呢 非常的重要 有多重要呢 就是非常重要 那就是呢 我現在要來整理我的房間 因為你可以看到 哇真的是 好亂好亂的 雖然我是一個很容易把環境弄得很髒亂的人 沒有沒有OK沒有髒只有亂OK 那我之後可能也會做一個room tour 有期待嗎 如果有期待的話可以留言在下面 那我們就開始整理吧 床的部分就這樣 那我現在來整理那一塊好了 喔呦喔呦 嗯很多雜物 好的 那我們就開始整理吧 我剛剛把我的可愛的時鐘 又再弄回來 今天用的香氛是薰衣草的 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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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有在影片裡面講過 就是我的影片呢 通常都是在假日的時候拍或是剪 那星期五當然也不例外 所以我今天呢 整理完自己之後就開始剪片 如果我今天有在剪片的話 我就會看Netflix 我蠻想看Bird Box的 不知道好不好看 有人看過嗎 這個就是我目前剪的進度 這個呢也是想要努力 在鏡頭前面的妮妮 能夠寫下你的新年願望 好 現在在等它輸出 現在的狀態大概是2% 我就讓它慢慢跑 然後接下來我就要來做我的 Skin Care Let's Go 那晚上我覺得是做護膚保養真的很重要的一個時候 這個茶都冷掉 好冷喔 那我最近有在用這個Beer全的晶透奇蹟水 雖然它比較偏向是精華液 不過我有時候就把它當成像是化妝水跟精華液結合起來這樣 接下來就是乳液 那我最近的乳液也是走一個比較稍微滋潤一點的 因為比較最近真的是天氣稍微冷一點 比較乾 但我沒有在乳液說 我愛冬天 接下來呢就是要 move on 到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今天影片呢就是跟這個Beer全的低質眼霜合作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新產品這樣 它跟這個其實長得有夠像 看起來就是一家人 因為他們都是Beer全的 我之前其實沒有特別使用眼霜的習慣 但是就是慢慢的吧 我覺得隨著皮膚可能越來越成熟 那保養的步驟就會跟著調整 像我媽就會使用眼霜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因為眼周的皮膚比較脆弱 所以真的很容易會長什麼小細紋 那你一笑起來其實就會很明顯 用髮上我就是沾一點點 然後沿著眼睛這一圈這樣 我都大概點九個到十個在這邊 然後就用紙幅然後稍微把它拍開 這樣 哇這個燈光真的是雨桃耶 稍微用紙幅把它給推開 包含這邊也是 這個強調的是它低質 它的油脂含量是一般精華液的六分之一 所以就很適合我這種 稍微比較中性偏油的皮膚 加上我試用之後其實還蠻驚訝的 因為對眼霜的印象就是它會很油 然後會很滋潤 因為你知道眼下容易乾嘛 但這個低質眼霜用起來就很清爽 我很喜歡它就是那種微滋潤 但是又不會油膩的感覺 在使用了一個多禮拜之後 我就發現眼下在上妝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有細紋 就是真的喔 那我晚上三個步驟的Skin Care 就差不多到這裡 是不是很簡單呢 嗯 那我也順便把就是使用的前後照片 可以放在這邊讓大家看一下 那今天晚上的行程呢 其實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最近在實行的就是 有點像寫日記 通常我會寫下不只是我的心情 或是我任何腦海裡面想到的話 或是我看到的名言家具 我都會先把它記錄下來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很容易 會有拉力拉扎的想法 就是你知道勾在你心裡的話 寫什麼都好就是把它寫出來 你真的會感覺很好過一點 順便給大家看我這個可愛的Outfit 你知道星期五晚上 是不是就要穿的舒服一點呢 然後我的上衣呢 那個Stelle Nanda買的 I love it 然後褲子呢 是一個非常保暖的 綿褲 然後你看 How cute is my zipper 我現在已經把自己塞到被窩裡面 好我要來帶這個 蒸汽的面罩 然後是薰衣草口味的 我戴上去之後 我們就要結束今天這一回合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thumbs up 然後呢訂閱我的頻道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也會有抽獎的活動 詳細的資訊都會在下方的資訊欄 還有置頂的留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支影片就先這樣啦 就算你是邊緣的 不要怕 我陪你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吧 掰掰 在下支影片見